好 情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造句 今天造什么句子呢 叫苏贞昌院长的句子 他为什么会没头没脑那么冒出这一句 因为这个军功教要加薪嘛 调薪号称是最高啊 百分之四 以前都是百分之三左右 为什么突然对军功教这么好 你知道军功教我很多 因为我同学很多是老师 你知道那老师哦 恨民进党真的恨得牙痒痒的 把他们那个退休金砍得很多 就现在呢突然要讨好军功教 讨好这个公务人员 现在要加薪哦 主要是因为选举到了嘛 你懂嘛 接下来有四大公投啊 中二补选啊 还有这个明年的这个县市长 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 所以是个老戏嘛 但是今天很有趣哦 这个苏贞昌讲一讲 你就讲你的政策行政院长嘛 讲怎么加 什么时候开始就好了 突然崩了一句 如果国民党反对就直接说出来 大前我觉得全世界最爱你们的 应该就是苏贞昌 有没有哦 他是以行政院长 去宣布一个政策 你去扯国民党干嘛 他不止这个啊 他不是还跟陈以信 今天在那边 是啊 然后呢 陈以信一直在问他说 公投为什么他们不出来辩护 他说你要让国民党输吗 他真的心心念念的 都只有打败国民党 他都完全忘记 他是行政院院长 对 行政院院长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 但他看起来就是 民进党的行政院长 他的眼睛只有颜色 对但是真的啦 他可能晚上讲梦话 都在讲国民党 太在乎国民党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句子来造 如果国民党反对 就直接说出来啊 我们还真的有很多话 想直接说出来 只是有没有笑而已 如果怎样怎样 你就直接说出来 每天辩子妹把这个呢 下午三点钟 po上我们的这个 辣碗报官方粉丝页 所以请大家共同来造例句 你有两个上榜的机会 一个是现在例句榜 另外一个呢 待会七点半 辩子妹带着她的皇冠进来 献上虚拟颁奖 选出今天的金剧王 我们大家共同来造句 好 这个Janet造句 她跟明照 你们两位英雄所见略同 如果蔡英文想台读 就直接说出来 到此刻为止是华读了 没有台读这回事 不知道台读人士 会不会很生气 还有Duck Lee跟瑞荣 你们两位想的一样 如果真有小三 就直接说出来 真的是一刀刺到心脏 一刀毙命 秋会 如果想护航必胜亡 就直接说出来 昨天我们有讨论这一题 蛮有趣的 还有中天姻缘团来咯 如果坚定支持中天 就直接说出来 我本来说 今天我的造句是 如果爱辫子妹 就直接说出来 然后我的团队就吐槽我 她说网友本来就很直接 我们的网友从来 没有再跟你客气 好来 永平 我今天选的是 女版3Q的题目 如果林静怡 想选中二 就直接说出来 为什么我觉得 今天那个 陈伯伟去认证说 林静怡跟我蛮像的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们都很 就说民进党 我觉得在中二补选 这个问题上 真的是假先的 不得了 因为他本来在第一时间 他们是说 他要先以激进党为主 对不对 然后他们才考虑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到他去 跟激进党协商了吗 跟激进党请问意见了吗 他一开始不是说要尊重激进党吗 对 结果什么都没有 民进党匆匆忙忙地 在中常会就说 我们的征召办法 然后下个礼拜 就要提名征召人选 有什么民主程序 或什么的吗 我当然能理解 因为补选 是一个时间很短 对 进程被压缩得很快 你必须要赶快解决 可是你装 也要装个样子吧 你是不是应该 在这个过程中 你起码 民进党应该派个代表 去跟激进党党部见个面吧 正式的询问一下说你们有没有人 那你们的人选想不想选吧 你总是要走个过场嘛 他们党部是连演都不演了 演都不演了呢 可是结果这个被点名的人选 林进宁就给谁 她说我签户籍 也并不表示我一定要选 可是好多人都点名我 我受宠若惊 不是党受益我的 是我的朋友建议 对 我好受宠若惊 真的我觉得你的补选 这么短的时间 你真的要选 你又赶快讲 当人不让 现在还在认识什么 难怪是叫做女版的3Q 好了老师 我觉得这个句子真的很好照 而且对民进党的很适用 例如说如果民进党想吃莱猪 就直接说出来 对啊 如果民进党想吃莱猪 就直接说出来 或者是说 如果民进党想打仗 就直接说出来 如果想用高端A钱 就直接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照 一照一百个句子 对 就是如果民进党想逃走 或是315想逃走 就直接说出来 何必去做逃跑演练 对啊 来大千 对我照两句 第二句这个跟赖老师很像 第一句我要照的就是 如果想要推动台独 就直接说出来 对啊 那第二句我本来已经写好了 跟赖老师两个 我们两个想的是一样的 如果想要引爆台海大战 就直接说出来 真的别再演了 就是因为你看到 蔡英文最近一连串的动作 他都在走钢索 不但走钢索 而且持续的加码 挑战北京的这个红线 这样的做法 某种程度来说 是你自己要引火上升了 引火上升 到最后还要我们的国防部长 在那里保证 说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这个战争本来是可以不用来的 就像秀方一开始在讲的 我们什么时候过去想过战争 这个战争是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再三的强调 我们面对战争不会恐惧 我们不会怯若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是 那本来就没有战争的 这个战争是谁引来的呢 我到底为何而战呢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这个战争是谁招惹来的 好 我觉得这个大剑讲得太好了 这刚好是我们今天第一题要讨论的 我觉得要回到一个中心点 就是为何而战 请问千万不要白白的 为了某些政治人物的 个人利益去送死 所以请大家多多造句 稍后辫子妹 就会揭晓今天的金巨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